我要講的是 剛剛那個加油那位小姐 她真的是 因為我們交往了第一年了 因為我的生日是 你的恩師 你好好講 我的前輩 我是12月31號生日的 隔天就是跨年 所以永遠永遠 隔天都是放假嘛 所以說要幫我慶生 其實很容易的 講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知道我那女朋友 她是1月的時候生日的 在10月多的時候 我就輾轉得知 她很希望有一個 那個Tiffany的那個手環 你知道學生的時候 買Tiffany那時候多貴 那時候好像是五六千塊 五六千 最入門 最入門的 然後那時候我想 哇塞 天啊 他們這樣講了 我就覺得 就忍痛 我雖然牛肉麵店端牛肉麵 然後我就跟店長說 你可以幫我排班嗎 什麼班都給我排 什麼大夜班什麼都排 就是 然後每天下班 就在那邊拖地啊什麼 就為了要買他那個Tiffany的那個 他那個手環 OK 然後我就想說 OK 那我就先買就好了 我就先買好了 買了以後呢 之後再送給他 因為我覺得女生喜歡那種東西 有沒有 他好像有點迫不及待的感覺 在他還沒生日之前 我就送給他了 他生日之前 也是我的生日之前 因為我想說 OK 我送他這個之後呢 我很期待他幫我過生日 我就問他說 我生日你想要怎麼過 他說 我生日好像我有個朋友生日 所以我們要去唱歌 那時候我整個就傻眼 那還是我們前一天過好了 他說 可是我前一天可能工作都比 那段時間比較忙 所以 所以我那個生日就沒有過了 結果到他生日的時候 他是一月二十幾號生日 離我生日差不多只過三個禮拜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要不要約他吃飯 因為不約的話很缺德 而且你禮禮也送了 約的話就很oh你知道嗎 因為我禮都送了 吃頓飯應該是要的 OK 我就很厚臉皮的說 那我們要 你生日我們要去哪吃 他居然說 我已經訂好餐廳了 我們就那一天我們去吃什麼 去吃牛排 那一頓牛排又花了三千多塊 他都沒有要幫你過生日耶 好像 我生日就這樣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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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過了 我完完全全沒有過到我任何生日 就覺得我好像很凱一樣 這個女的真的功力好深喔 好厲害喔 因為他一直放希望給你 然後一直又讓你落空這樣 對 女生讚賓的方式真的很聰明 因為我有跟那個女朋友交往之後 他住台北嘛 所以我常去他的家睡覺嘛 然後他就開始說 今天的那個沐浴爐好像缺了 你會不會介意 我說好好好那我買回去 我買回去 我就買了一個沐浴爐回他家 然後過了幾天我又 工作結束完了以後又去他家嘛 他說我又打給他 我今天要去你家喔 他說今天就是那個 我說好好好那我幫你買回去 但是最誇張的是 但是我有一次 那一陣子我很忙 我好久沒回他家 我房子沒有了 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 他說 我洗髮精跟沐浴爐都沒有了 以後我說好好好我買回去 但是很誇張的是 我去他家了之後 我發現他是用這個來撐的 真的嗎 他的沐浴爐跟那個腳是沒有了 蛤 他是用那個 就是那個旅行包 對 用這個來撐 差不多一個月 但是我就覺得算了 這怎麼可能洗一個月啊 這不可能 除非他都不可能 一個禮拜洗一隻頭 對啊 但是那時候我就覺得算了 因為我好久沒回 但是他是去別人家洗 哇 是他有木馬的贊助 哇 沒有了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還好 因為我好久沒有回家 沒有回女朋友家 但是還是要一定要洗澡吧 還好啦 這小東西OK啦 人家去住一碗都八九九九 對啊 我還在住 你到底要給多少 我又沒有住 我沒有住 可是我覺得 另一半一直偷用自己的東西 那感覺真的不好 因為像我本身我老公 他就很愛偷用我 偷穿你內衣 沒有吧 他沒這個世號 是因為我老公 他本身皮膚不是很好 他很容易乾 所以他就很愛偷用我的保養品 可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男女膚質不一樣 其實保養品真的不能隨便亂用 而且他不只偷用我的保養品 他連保養品旁邊的維他命都偷吃 蛤 這超誇張的 因為他之前我一開始還沒發現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奇怪怎麼隱約覺得我的維他命 慢慢的就是不自覺的在減少 有一天我發現的時候 他已經空了 全空盒擺在那 然後我還問我老公說 為什麼那個維他命是空盒在那 對啊 他還跟我說 欸不對啊 你不是應該補貨嗎 你看那種沒了 你應該要拿出新的啊 你怎麼還放在那 我真的超火大的 因為那個東西是這個 我之前去日本買的 就是他是在日本才有的 我知道這個 這個超大賣的 超大賣 它是美肌BB定 然後他在台灣完全沒有賣 然後我那時候就整個火大 我說你吃到剩空盒的那 他好意思叫我補貨 這個很厲害 因為這個是我之前去 日本藥妝店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就看到那裡 就真的是 然後每個人都瘋狂的買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這東西有這麼厲害嗎 我就開始跟著買 然後後來那時候 我旁邊有日本朋友就跟我說 其實他們的那個 你看日本人不是皮膚都超白嗎 對 就是因為他們有正確觀念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 如果要變白 第一步一定就是你要有一個那種 全身身體都要補足營養 就是你身體補足營養 你才可以變得白皙啊 然後身體就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那時候我聽到這個觀念 我想說 隱約好像記得我曾經就是有一個 營養師朋友 他有跟我提到這個觀念 像B2跟B6 就是幫助你身體做新陳代謝 對 然後還有維他命C 他就是幫助你身體可以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然後還有維他命C 維他命E 維他命E的話就是幫助身體抗氧化 對 可是其實這些東西我本身就是超級需要 因為我超級東西曬黑 因為我後來跟很多朋友講 他們都說我看不出來 可是我是一個超級容易黑色素沉澱的人 就試了什麼美白蒸 美白飲 美白乳霜 各種只要跟美白扯得上關係 我全部都是 我完全白不了 後來營養師講了我才知道說 因為我那時候可能就選擇的都是只有 體外的 體外的 然後就算補充 可能也都只有補充到那種C或E 我不是全部一起補充 而且它這個真的很厲害 它跟一般的維他命很不一樣 因為像我們大家如果吃維他命的時候 最怕就是有那種很奇怪的藥物 對 一打開來 那個很可怕 然後或者是就是那種超大顆很難吞 很難吞 我之前曾經就是有吃過那種超大顆 然後哏在吼 有一些那種搭的好像那種紅豆一樣 對 我們想說這是人在吞的嗎 對 看到它的時候我就好開心 因為很少可以看到維他命尺寸 做這麼這麼小 這麼迷你 然後很好吞 而且完全沒有奇怪的味道 你知道之前我在吃B群的時候 我都會很尷尬 因為那個整個休息室的人就會說 剛誰吃B群了 因為那個味道非常重 B群的味道很重 而且那個連你去 剛去上完廁所出來也是 下一個走進去就那個人有吃B群 真的 我今天還沒吃給我吃 對 看這一個 就像是我老婆啊 就是因為花雪嘛 花雪會曬黑 超黑的 她就是戴了這種黑色的這種 現在很流行的這種口罩 就是蓋住整個臉的這樣子 但兒子會變黑啊 對 因為你還又戴著什麼帽子那種 所以其實只有眼睛感到 大家都以為花雪不會曬黑 花雪還是要擦防曬 一定要的 反光很重要 超防光 但說真的我們以前啊 就是當模特兒的時候 就是早期 然後模特兒今天都會流行 很多那種什麼 皮膚會變亮白啊 什麼之類的都會追求 然後真的很荒謬 就是大家應該知道 用綠豆粉敷臉 對 就是綠豆粉加水 然後變狗狗的 然後敷在臉上 它乾掉之後會變超硬 然後說什麼 你撕掉皮膚就會變很好 美白是不是 然後會什麼消 什麼發炎還是什麼 會鎮定之類 可是怎麼用都沒有用 然後我本人用過最荒謬的 是用那個 淡青膚臉 好 我用過 你先用淡青 就是掃在那個臉上之後 用紙面膜蓋上去 然後大概15分鐘左右 因為那個淡青就會乾掉嘛 然後你就硬把那個紙面膜 就撕下來 會黏住 對 然後就撕下來之後 他們就說 它會把你什麼毛細孔裡面的粉刺 一直拔出來 可是我跟你講 最荒謬 在到講到這邊還不夠荒謬 最荒謬是你要去洗臉的時候 他們就說 你一定要用溫熱水 把那個蛋都洗掉 才會乾淨 然後你就會發現 你皮膚變得很滑油咪咪這樣 然後你就那個溫熱水 一上去之後 你就想說 淡蛋白 淡滑糖 你那個水裡面都有結塊的東西 洗的時候 你蔥花有沒有蛋 可是那時候就想說 也太噁吧 因為你起來看 你臉上那個蛋白 就是蛋清都結塊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 超級愛曬太陽 然後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也是我們去外景 然後也是曬太陽 然後棚內那個燈也是 這種燈都會持續讓你曬黑 然後也會讓你長斑 我後來上節目的時候 就有聽專家說 就是如果要改善我的班的話 其實真的要 一定要從身體裡面去做改善 一定要從身體裡面先補充一下 我們長出來很多東西 都是身體的反應 對 就是從肌底裡面去做調整 就是你肌底裡面 然後補充好這些維他命 它就可以把不好的東西 全部代謝掉 對 我就真的 所以你現在可以素顏出門了 對 可以 而且這真的有差 因為我後來就持續補充以後 我有一個很長期合作的化妝師 然後他就有發現 他跟我說 他就不像之前 需要花這麼多時間 在幫我遮瑕蓋斑 然後我自己的粉底 也買前一個色號 差滿多的 好棒 而且我覺得 不只體外要保養 體內更要保養 因為我發現 只要體內狀況不好的時候 你擦再好的保養品 一罐一兩罐的都上不去 沒有用啊 吸收不進去 然後就像是粉餅 你也是浮在外面 一顆一顆一粒一粒的 會差很多 你皮膚不好 你再怎麼化妝 那妝都是厚 對 或是透 可是你知道 我這次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我PO了那個照片 說哇 你看我現在就是皮膚變很好 我姊妹套就馬上跟我說 那你下個月去日本 記得要幫我們買幫我們買 你都加超多的 然後那種東西 我也不能討錢 然後我順利會想說 所以現在是我被占便宜的 超尷尬的 去日本可以自己帶啦 對不對 這種東西帶回來 送給朋友 也是好的伴手禮 真的 其實不要占人家便宜 但當然有一句話也是說 吃虧就是占便宜嘛對不對 但是占人家便宜 你遲早要還的 對 而且你占人家便宜的前提 可能就是你的貪念哦 是不是想做旋轉木馬 你才想要去占便宜 打雷射三四一萬五 真的可以付錢 對不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冠軍祉強 下次見 拜拜 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哦 你會說 我會說 你會說